像我自己作为一个电影监制 我必须要面对的是我的投资方 他们的投资 他们的钱的数字的东西 某种程度上会变成 我们自己在做电影的时候 有一些判断跟思考 有些层面上你必须要去想到投资人 而没有办法很纯粹的 只是去想到创作 对我来讲 作品本身还是凌驾在一切之上 告诉过去的自己 如果真的要跟他讲什么的话 就叫他不要害怕 害怕是没有用的 该往前走就是要往前走 不管前面的路长什么样子 摔跤也好 获得掌声也好 那都是自己很宝贵的经验 所以我想我还是会让过去的自己 去走他自己该走的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